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今天我们邀请到商办界的大腕 邀请到高丽国际董事总经理刘学龙来到节目现场 学龙你好 阿官好 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新明兄好 好 以及邀请到房产专家张新明张大哥 阿官还有我们刘总大家好 不管是商用还是住宅都要思考投报这件事 就算我是资助我也要想想看啊 我这个机会成本 对不对 我若去租房子跟我买房子 到底哪一个投报率对我来讲这个机会成本是比较划算 所以我们回头来讲投报 最近商用的投报怎么样 像租金都在涨 租金 对 今年的台北市出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 实际上目前的控制率相对的在历史上来看的话 目前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准 台北市目前的整体办公大楼控制率大概在8.95个percent 那平常是多少啊 以前的话我想在过去几年我都记得还是在十几%吧 十几% 对 那现在的话现在台北市我们自己在第一线做这个业务 常常听我的这个同仁在挨 他说今年真的是有史以来做这一行最辛苦的一年 因为手上有客户委托我们要搬迁 要找新大楼 可是你们找不到 找不到 台北市根本找不到新大楼可以让他搬 所以说唯一能做的现在都是在帮客户谈什么 跟房东谈续租 谈续租 但是因为在续租这种情续 续租的话现在的房东姿态也都很高 实际上他也大概都咬定你没地方搬了 所以说给你就地涨价 住月到期了我听到这个有一些比较狠的 甚至一次就给你涨20% 涨20%啊 对对对那房客真的是没有办法 真的只好摇一样 不就不了解办公市场 办公市场通常一次都签多久 我们住宅一般都是一次一年一千嘛 办公市场呢 办公市的话一般来讲 当然假如说是比较是正规大规模的这一种企业的话 一般都是在至少两年到五年 两年三年五年 那越大的上千坪的客户 他可能一次要给你五加五或者十加五 这样的一个长期租约 十加五是 十年对 第一次先租十年 然后记得需要再租五年 那十年给他涨20%也不过分啊 他不是 他是租约到期之后的新租约 下一个五年他给你一次涨20% 那你在这一个五年当中当然这一个就是说按照可能一般的惯例就是按照物价指数通膨 那个是不多的 大概一%两%每一年 所以办公租金行情很热 现在的市场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像在最热的当然就是以信义计划区 我们经常在讲什么A级B级 对 顶级 那个到底怎么分啊 大楼本身它的一个分级 它还是按照它的一个包括它的建材啦 它的整个的一个设备啦 还有它的整个的管理 楼地板面积要500平以上 这样是它的使用效率会比较高 有没有提供高架地板 天花板高度至少要2.8米 大楼要24小时 中央空调不断电系统 这些设施设备越先进越到位 当然它的等级就是我们会把它依照这样子来分 所以通常你们Case一来 你们会先分它到底是在什么级的啊 对 对 对 那最厉害的叫顶级嘛 顶级 大部分现在的顶级 你看到信义交换区的那些地标101啦 南山工厂啦 国泰置地啦 这些都是顶级 那A级呢 A级的话就是20年前的顶级吧 我这样讲 比如说 时间久了 大楼老了 它可能它就会被降级了 一般来讲办公大楼 它会选择的还是以这个产权是否单一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指标 像受捡公司它们一定是百分之百持有的 所以说它对它整个大楼的在资本管理 各方面它是比较用心的啊 那如果说到了B级这一种等级 可能是我们一般啊 我们散户投资人它可以去操作 我们可以买的 对 那一种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大楼本身 它可能是一个区分所有权能的啊 这样的一个产品 在最近我们所看到的台北有几个 这一种所谓B半的成交啊 实际上那个开出来的价格也破远迹 东华南路以前的东地市摩天大楼听过吧 哦 东地市 对 它最近成交一户 竟然已经破百万了 可是东地市不是住宅吗 东地市那一栋是办公 哦 办公的那栋 那东南那一栋 东地市已经摩天大楼 哦 办公是破百了 那信义计划区里面的统一国际 那个更不用讲了 好多年前它成交就已经是 已经破150万啊 但是再怎么比 你如果跟台北市豪菜比 它还是相对的是比较低的 对 还是相对的亲民 那顶级A级B级的租金会差多少 呃 现在在台北的顶级的平均租金 大概已经到差不多3000 破3000块了 那像101呢 101现在没有4000 你根本想都不要想 对 那如果说到了A级的 这一个水准的话 大概它的这个租金水准 大概是在2600 2700左右 那如果是到了B级的话 那么现在的水准 大概是在2000上下 在2000上下 那投报大概都能够在 投报也不一定 越高等级的台北洋投报越低 越高等级投报越低 对 因为相对的这一种 它的造价成本各方面是一定是比较高 它的分母太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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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反而你不要小看这种V级的产品 如果说你今天在台北你可以买到一个这一种地段好 离捷运设施 便利走路可以到的地方 实际上它甚至可以到3%以上 这个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投资 市民大哥以你来看 如果有投资或资产需求的观众朋友 到底他是买住宅来出租收租好呢 还是买办公室 比如说B半 一般消费者还是可以 不是像那种财团才能够买的 就是一般的投资客或资产客还是可以买的像B半 或者是一般的住宅 是买什么样的产品投报比较好 如果说这个投资者他的金额是 大概一笔的金额 可能比如说我们假设是5000万 是 那他也可以选择买办公室 他也可以选择买办公室 他也可以选择买办公室 那可是以刚才刘总现在的一个分析来看的话 办公室那个空置率算是历史最低的 算是历史相对低啦 所以比住宅的空置率要低 所以他现在如果你能够买到B半来投资5000万 因为我们以前大家的观念就是觉得说 办公室的面积都比较大 他可能那个总金额一般的门槛也会比较高 大部分的这种散户不会去投资商用的这种商办 那如果说他真的有一点 但是也许这是迷思哦 不一定哦 对这个也是一个迷思 确实我们刚刚又讲到的就是说 你投资商办跟投资住宅 其实同样5000万商办也是可以买得到的 也买得到是 甚至有更高的报酬率为什么不考虑 而且商办确实他在这个租赁市场是比较活跃的 相对于住宅我个人认为 比较好租 比较好租 然后一租呢他给你签五年 你也不用每年换访客 尤其像在台北有很大一块 这一块我们公司是没做的 有很多是这一种所谓的小公司 他们在找这种五六十平的办公室 哇那个真的是 还抢手 用抢手的 对 那个付租金他们不是在算一平多少 他就是跟你讲一个月十万 十五万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租金报酬率 对很多投资人来讲甚至有比商办更好的表现 对呀五六十万的住宅要租十万 五六十平的住宅要租十万不容易 不容易 真的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这样算起来应该买商办买 我们买得起的商办书 跟投报比一般的住宅还好 而且住宅跟商办再出租了 还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说商办那个乘租方 他会自己去装修 哦住宅路里巴书 住宅你让人来 而且马头换掉还要叫我去修 对没有错 人家商办呢公司自己搞定 一般都是这样 通常他都有保全有物管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对房东在投资产品上面 我觉得商办或者厂办 这样的产品是可以来好好的加以研究 我觉得今天应该如果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 或者不管是投资住宅还是商办还是店面的想法 我觉得这一集对他们来讲很重要 因为扭转他们过去对投资的想法 过去大家都认为买房子投资一定是住宅吗 觉得商办很麻烦 而且商办一定是要很大的资金 很大的评数 要口袋很深的人 才能够买其实不见得 在台北市呢 刚刚刘总说那个五六十频道抢售的不得了 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要交通方便 对 停车方便 交通方便停车方便 管理要管理的好 好我们谈完了租金行情之后呢 我们也回头来谈谈住宅 办公室租金行情有带动住宅的租金行情吗 如果我们以过去的 好像比较脱钩 过去的历史来看真的是它两个是平行线 好像没有搭钩 好像永远都不会交集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办公室好 它办公室自己好 那住宅呢 它又自己走自己的路这样子 所以比较不会有说互相这样的一个拉抬 或互相牵扯的这样状况 对 可是办公室如果说刚才提到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办公公司的一个群聚的话 它会形成一个带动住的一个需求 刚才你提到的 就是工作机会来了 人来了 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有住的需求 租金的租屋的需求就来了 那相对来房地产市场 它的未来可能是转手 或是说相对的会比较容易这样子 简单来说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买商办来做投报呢 还是门槛比较高的话 那你要买住宅 那你就选在那个附近商办很热的 那你也租得出去 你不用担心 这么多的商办租 它总要租房子 所以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 可是刚才像刘总在分析的这个商办 它的分的等级 越高等级的地方 你要做住宅的投资 门槛越高 因为它相对 比如说我们像信义计划区 那个顶级的商办周边 你要去买一个住宅来投资 那个门槛很高的 所以你大概都只能买那种小套房 买个小套房 那附近小套房会好住吗 信义计划区的小套房还蛮好住的 真的喔 因为它攻击量不多 对 它攻击量不多 这也是颠覆我的想象 它基本上信义计划区 有很多金融业的从业者 他们都是比较高手得的 他们又一大早就要开会或是要做分析 所以他们都希望说就近就在办公室 附近租房子 脑袋瓜就是 对 我以为套房都要去中山北路 没有 你要做房东 你想要买套房出租 你要去中山北路 经济要区的那个租金报酬率 比你讲的那个条通还高很多 对 这也顶覆我们的想象了吧 实际上在我们信义计划区周边 如果你看中校东路 永春站 接下来再往这个南港方向 未来的几个捷运站周边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潜力的地方 尤其未来整个大南港的这个开发 又会重新的来改变这个台北的商办市场的 一个新的面貌 那未来那地方有大量的 南港会好得不得了吗 我觉得那地方真的是明日之星 会有很多企业进驻 对 很多大的跨国企业 不只是企业进驻 它现在那个像我们知道的饭店 百货卖场 像日本的那个拉拉波的 好像也是 山井 对 山井拉拉波的也是要进去 对 所以它带动周边的那个生活机能会很强 好 讲到南港的商办 南港商办有顶级商办吗 集中在哪里 目前南港的最大的一个商办市场 就在南港经贸园区的周边 中信 对 中信 南软 南软 台肥 台肥 对 台肥的这个C2 这个大楼呢 它预计是在明年就可以完工启用 现在市场的询问度非常之高 那接下来的C3呢 就是未来中信跟台肥租的这一个地商权 它未来也是要盖一个大型的shopping mall 就是日本的这个拉拉波会进来 那么以后也有两栋的这个顶级商办会进来 那包括以后的这地方五星级饭店等等的 所以它未来有一点像是一个小信仪计划区的一个翻版 那整个 那南港的租金现在到多少 南港现在他们的租金实际上也都已经喊到了2500块 这样的一个水准 对 它的报酬率说实的话是如果有好的这一种小型的投资商办标的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说到我心坎里我就住在南港经贸园区的对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报告里头 我们再回到你们最新的报告的呼呼的报告 我看到有针对台北市CBD做的整理和报告 对 什么叫CBD我们也来跟包容朋友讲一下好不好 是 CBD当然字意上很清楚的就是我们讲的中心商业区 商务中心 那我们把台北大概会分作几个不同的次商区 那最大的一定是现在讲的信仪计划区 那还有包括像敦北民生 这个仁爱新生 台北火车站 敦南 南京东路四五段等等的 大概在市区里面有大概分作这七个商圈 往外扩散 当然过去20年我们看到的内科 这个是一个新兴的市场 但现在也很饱和了 它的控制率比台北市我刚刚讲的还要低 大概只有6% 现在开发的趋势已经往这一个旧中五旗 旧中五旗 对 那今天刚刚看到的行政院已经好像正式核定了 这一个北桓县 未来这一条捷运将会是从港前一路沿旧中路 一直拉到象山到动物园 这个它的积淀工程标已经在今天 已经正式宣布要来进行 我没有听懂港前路 港前不就是文湖县吗 那就原来的文湖县 对 就文湖县未来它会沿着提鼎大道 下来 然后经过旧中路 经过旧中路 对 旧中 然后再一路往南 延伸到动物园 对 最南可以到动物园 那它本来就到动物园 所以它现在可能拉出一个支线 对不对 在旧中路那地方 因为现在旧中路没有啊 现在没有 对 就是这一条叫北环线 所以它是从 它本来就是从动物园到南港嘛 那这一条线它再拉出一个支线 到九中路 对 这条线未来串连起来 它可以从北横向连贯的 包括文湖 包括这一个板南 包括信义 这样子整个做一个串连 所以它会大大的改善未来 进出内科的一个交通瓶颈的 内湖交通一直是 对 这个实际上 这条线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来改善内湖的交通 要舒缓内湖的交通 因为内湖只要上下班 那塞车简直是 塞到爆 塞到爆炸 而且因为这样特别 还被骂得很惨 对 那从这张图表我们可以看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图表 对 这个未来 这个几个CBD的新增供给 我们看接下来的几年 今年有28,800多坪 那看起来很多 那您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里面不管是富邦的 这一个辽宁大楼 或者是全球的这一个希望广场等等 这些都在第四季 玉山 敦北大楼 都即将在今年第四季完工落成 今年第四季 而且他们都已经租掉了 已经租掉了 对 像这个 还没盖完就租掉了 他们都在盖的时候 就已经找到租客了 这个全球的希望广场 它几乎整栋是租给Panasonic 那么这一个像辽宁 富邦的这一个大楼 它整栋几乎就全部租给了 这一个Standard Trata Bank 这个渣打银行 所以说这一些大楼 它很快的就去化掉了 所以对控制率实际上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那明年 我们还是很难过 明年整个市场 只有一万一千平的一个市出 供给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远雄大巨蛋 远雄大巨蛋 希望它能够顺利的 在客市场的这一任 看是不是能够 预期了 明年有机会 对 比较大量的供给 看起来比较大量的供给 是在后年 对 2023年 2023年 2023年有将近5万平 那么到了2024年 会有9万平的一个供给出现 那2023年2024供给量这么大 应该会冲击到 不管是房价还是租金吧 是的 是的 尤其在这一种 每一年市场 大概平均只有3万到4万 这样的一个需求 去化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之下 你有这么庞大的一个供给出来 它势必会大幅地拉抬 这个控制率 控制率一高了 租金自然就会下 退休之后 就没收入了 那想说把房子卖了 用什么事情都靠孩子 那就是太容易信任别人了 那附近成交价 应该在2000万以上 那个仲介 故意挑附近 比较便宜的成交价来骗他 所以我爸就把价格降成1500万 果然很快就有人来买 结果李伯伯才卖掉几个月 这个房子又被人拿出来 卖到2300万 黑心仲介联手投机客 算那个价差啊 买卖房子不想被骗 请指明实价登录 完整揭入到门牌的房仲 永庆房屋宣示 为提供卖方完整成交行情 保证退服务费 先诚实再成交永庆房屋 2023、2024 为什么突然供给量变那么大 2024是因为金华城对不对 对 在2023年 2024年有这一个金华城的四栋大楼 这个五万四千平 会投入到这个市场来 那2023年是因为 2023年主要的话 是富邦 我们这里看到 就是在新一旧化区的 这个中游后面的富邦A25 中游后面那一片 这一栋大楼现在是 新一旧化区第二高的建筑 也是一个顶级的一个上班大楼 那其他的都是一些比较相对面积 还有黄翔 变设在台北车站以前的北战 台西北战 那一栋大楼也预计在后年完工 那这个本来是要做那个饭店 后来就改成商办 所以释出了一万多瓶的这个 所以2324会是供给量比较大的 两个重要的时间点 那如果呢 如果你口袋够深 你要买商办 那也许可以等到2324了 那时候的溢价空间 应该会比较大 相对比较大 但是那时候房价万一也涨上去了 哎呀那你就要自己决定了 好我们往下来看一下房租 因为我看到高丽也整理了 各级办公大楼十年的租金走势 我们也顺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好在租金走势里头 我们看到 最大的涨幅就是 红色是顶级的 顶级 最顶级还是涨最多的 没有错 你看它的这个 年涨大概是2.16% 季涨是1.14% 这个是相当高的一个水准 过去台北 所以我的印象里面 一年可以涨个1.5% 2%已经不得了 就算厉害了 但你看我们现在是1季 就涨了差不多1.多% 那第二名的话 就是我们讲的A级办公大楼 目前的这个水准大概在2453块 刚刚顶级是到3300了 所以说你看它那个 差距很大 差距就是A级就差得非常大 而且这个差距越拉越大 越拉越大 是这样子 好这是各级办公室 让我们再往下来看 特别针对东区里面做了整理 对 我们讲的是 广义的东区 这个里面包括当然 红线的信义 那么它的这个租金水准 平均也都已经占上了3000 的这样的一个大关 那另外的话 敦南还有民生敦北 那么它的这个大楼 第一个都是比较老旧 所以说像在敦北民生 最多的最大的房东就是国泰 它以前的环宇大楼就是澳门航空的那个大楼 现在也都已经在进行都更改建 还有几栋在敦北民生 甚至未来的这一个台北大学的建国的这一个校区 现在他们也都以这个BOT的方式 来跟这些投资人来做合作 所以未来我觉得敦北民生这个区块 敦北民生 在二十多年前敦北民生 就是台北的华尔街了 对 那时候花旗银行啦 BOA啦什么 全部都在这地方 是 那只是说这些年 全部都跑到新一计划去来 但是你看现在的敦北民生 风水轮流转 风水轮流转 对 但是现在的话在那个地方 包括台北学院现在改建 变成是中国能售的新的总部 那么还有包括这一个玉山银行啦 还有未来全球的国泰营区啦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计划 就是盛世王朝饭店 这一些等等 所以说在那个区块 我觉得也是我们可以值得关注的 有一种听到名牌的feu 东北民生 关键字是东北民生 如果要做投资的话 对 所以我就讲了 这个二十年前的这个顶级 就是现在看到的 我们的敦南跟敦北 他的租金 确实啊 房子老了 确实如果说 有新大楼出来 客户在租金没有差距太大的情况之下 一定都是往新的大楼办 谈到信用管制 央行寄出 雪泽信信用管制有伤到 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吗 前两天刚好有一个媒体的记者 他现在寄出的是 第一个是针对自然人 就是我们一般社会大众 如果说你名下已经有一户房子 有房贷 那你想要再买第二户 要用所谓的宽限期的话 他就把你拿掉 不让你有宽限期 是你第二户房贷 还是第二户房子 假设他都没有贷款 他前面买十间都没贷款 第二户房贷 是第二户房贷 所以如果你名下已经有房子贷款 那你还要再贷一间的话 你就没有宽限期 就没有宽限期 所以那个记者就在问我说 他们的网页上面 就有一个朋友去反映说 一个年轻朋友 他已经名下有一户房子 带款了 那这个房子相对比较小 他想要再买一个新房子 那可能条件也比较好 可是总价比较高 所以他必须有 同时要有两个房贷 可是这个时间他不会太长 就是换物族现在会有点困扰 除非我先卖 有些手换族 说实在我不一定是先卖 我也可能先买再卖 对 很多时候 因为很多人是这样 因为他怕这中间 他还要去租房子也很麻烦 所以他可能可以先卖 然后等到他这边都安顿好了 再去卖旧的房子 那他就可能会同时有两间贷款 那这样怎么办 对啊 所以这个部分 那个记者朋友在问我说 这个可不可以呼吁一下 央行可不可以法外施恩 因为他不是投资客 他是要换屋 他也是自住客这样子 所以他对于换屋确实有影响 那对市场的好不容易 五月 五一五几街之后就冷掉了 六月慢慢加稳的市场 现在有没有一棒打下去又冷下来呢 因为它的影响层面没有那么大 就像刚才廖总提到了 现在市场热得像火山爆花一样 现在市场真的像火山爆花一样 对换屋族 特别是对手头上 他的资金不够充裕的换屋族 那个数量少嘛 他不是占市场上很大的一个比重 对啊 那他除了对自然人第二户 他不给快线急追 还有其他的限制 再来就是像土地的贷款 他限制这一个土地融资这个部分的话 乘数从六乘五降到五乘五 那原来的六乘五的话 他是有15%是要在开工的时候才拨款 那现在的话他把它再降低10%下来 那对于前置的工业土地 这部分的贷款陈述 他也把它压到了五成 好 这个部分 他们是应该这么讲 他也看到了这个土地 很热 已经热过头了 但是很好笑 很好笑的一个现象就是 你中央在紧缩 但是地方拼命的在卖地 对啊 国产署也在卖地 那么地方政府更不用讲了 他的这些充滑区啊 怎么这些拼命卖 那你可以说 今年三月央行那一次 推出的那一个打这个紧缩 实际上是要比这一 九月这一次要重很多 但是你看五月整个地家标售 全部 刚刚我们讲的那些成交量 对 都是在他打房之后发生的 你左手在紧缩 右手扭一直在释放土地 对 就等于是在那个 财火不断一直在释放出来 是 所以其实他并没有冲击到 或影响到土地的交易 不会因为这一次的 学责性信用管制 影响到市场交易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 反正也要好每次打哪里 就是热哪里 反正他如果打土地 就表示土地 他看到他热热热做的 你不认他干嘛打你呢 所以他每次打哪里 就是那里热 你不要告诉我土地 现在的情况 我只要看他在打 买土地的人 就知道现在土地地 热得不得了 他在打工业用地 就表示工业用地 一定热得不得了 他在打荒屋族 表示荒屋族可能热得不得了 他在打住宅 表示住宅可能热得不得了 所以这样好每次的动作呢 其实也可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解读 好 谢谢刘总 谢谢信明大哥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工人朋友 都有了投资的新方向 超伴手的秘密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